他大約是使用了13.5個600ml的那種寶特磷 回收再次而成的 也為環保盡了一份心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魏魏先生 他是魏寶 今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每次遇到週末天氣又好的時候 心情就會特別好 然後魏寶看到外面出大太陽 他就會說很想要去公園玩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決定 要來去公園野餐啦 要不要去野餐 好 那我們就出發GO 每次要去野餐之前呢 我跟魏泰就會分工合作 我呢 就是負責野餐店啊 硬體那些東西 那魏泰呢 他就是負責 野餐的食物啦 魏泰你在包什麼 飯糰 飯糰 哇 我們今天有三個 三角飯糰 那那你可以幫忙介紹 我們還有帶什麼嗎 這個是什麼 可送 可送 那那那番茄牌是什麼 番茄旁邊是什麼 番茄旁邊是三角飯糰啊 那這個 這個是水煮蛋 那這一壺是什麼 咖啡 咖啡 還有一些小餅乾乾糧跟水壺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去野餐囉 出發 GO GO 因為我們家附近啊 其實有蠻多公園 都像這樣子 有草地 草坪 很空曠的地方 所以野餐這件事情啊 在我們搬來新家之後 就變成一個很經常性 會出來玩的活動 那麼這次野餐啊 除了魏泰 剛剛有準備了一整袋的美食之外 我也特別準備了一個野餐神器 要來這邊開箱給大家看 也就是我手上的這個 它是NatureMe的電電袋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電電袋啊 是它收納起來最小的樣子 對我來說呢 它就是差不多一個iPad的大小 然後收起來的方式也很好拿 它可以變成一個小掛鉤 可能是一般手提啊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揹在肩上 就是它最小的收納方式 那另外我們今天拿出來裝的這兩個袋子 也是電電袋喔 像今天我們只有一家三口出來的野餐 所以基本上 差不多兩個袋子 就可以裝滿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在我左手邊的這個袋子啊 它是電電袋 可以變身成一般購物袋的大小 尺寸啊 它是50公分乘以50公分 它就是從這個尺寸 變成這樣子的 那我認為這樣子一般購物袋啊 它是很適合像在我們野餐的時候出來 帶食物 水啊 然後一些小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像這樣子一般購物袋 那它也蠻適合就是今天如果是去全聯 或者去好事多買東西的時候 數量不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尺寸來裝東西 如果你今天是很多人要出來野餐 或者是你要去買比較大型的東西的話呢 這個電電袋啊 它還可以搖身一邊變成一個超大型的購物袋 就像我右手邊的這個 這個超大型的購物袋 也是從這個電電袋的大小變出來的喔 它有非常多的變化可以使用 那像這樣子的購物袋啊 它的尺寸是50公分乘以100公分 所以對我而言啊 如果說野餐要帶像這種野餐籃 或者是我們有準備了一個小小的帳篷 跟會把的野餐椅 好像這種比較大型的東西 我就會把它放在這個超大購物袋裡面 那它背起來的樣子呢 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是可以裝比較大型的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那我們今天的野餐呢 就現在要準備開始了 我先把這個食物拿去給餵太 待會回來的時候啊 再來跟大家講講 NATURAL ME電電袋的最重要的功能 欸咻 好的 那在餵太準備野餐食物的同時啊 我現在啊 終於有一個時間可以好好的來開箱 這個NATURAL ME的電電袋了 雖然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一般購物袋的大小 還有超大型購物袋的大小 這兩個功能已經很不錯了吧 但其實啊 這個NATURAL ME的電電袋 它最主要的功能還是 我們野餐必備的野餐墊 因為當這個電電袋 現在它完全展開來的時候啊 它的尺寸 是可以達到 100公分乘以100公分的 我來攤給大家看 它完全展開來之後啊 是100公分乘以100公分 而這樣子的大小呢 大約 像我這樣子的一個成人 可以很舒適的 坐在上面的這種感覺 不過我在想啊 如果都已經出來野餐了 至少都會是一家人 或者是一群人吧 那NATURAL ME啊 它在野餐店的這個設計上 巧妙的運用了 拉鍊快速拼接的這個功能 讓它的野餐店 可以無限大的延伸 我覺得如果是像我們這樣子 一般的小家庭 可能是一家三口 或者是一家四口 差不多就是落在四到六片左右 就可以很舒適的野餐了 但如果今天啊 你是一大群人要出來野餐的話 它的拼接功能啊 即使你要去拼個十片二十片 甚至三十片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呢 我就現場直接來 把我手上的這六片 給拼接起來給大家看看吧 Let's go 好的 這樣子六片的野餐店啊 就拼接完成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啊 我覺得就是適合差不多 一家三口或四口 然後如果你是姐妹掏出來野餐 可能四五個人 這樣子的六張啊 我也都覺得非常適合 大家就圍著旁邊 然後繞著它坐 野餐店拼好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野餐啦 這蠻棒的耶 真的擠滑耶 這是蓋子 對啊你看它動得退不了 NATRO ME的這個電電帶野餐店啊 它除了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出遊使用之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在這邊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NATRO ME它一直以來都是以環保為核心的一個品牌 過去我們家衛寶剛出生的時候啊 我們就使用過他們家的環保浴巾 環保紗布 跟它的棉花糖蓉基能襪 這些產品呢都是用回收的環保材質去做成的 那這一次的NATRO ME電電帶環保野餐店 它也是環保材質 像這樣子的一個野餐店啊 它大約是使用了13.5個600ml的那種寶特品回收再製而成的 那在它的製作過程中呢 它也經過了特別的處理 所以當我們如果把它拼起來當成購物袋使用的時候 它也非常的耐重 這個材質啊是非常堅固的 那當它完全收納起來的時候啊 就能夠變得這麼小 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開箱拿出來的時候 iPad的大小很方便攜帶 那你仔細看它的材質啊 我拿鏡給大家看 它是一種摸起來很像帆布 但是又不是真正的帆布 然後又有一點柔軟 它是一個可以防滑然後防潑水 又防髒污的一個材質 所以這幾個我們在野餐上常常會遇到的就是可能 食物打翻啊飲料打翻 然後上面會弄得很髒 但是我們回去啊 你就可以用水直接把它擦掉或者是沖掉 我覺得它在野餐店的設計上啊 算是蠻貼心的幫大家都想到了 那NATROMIN的電電帶呢 它一共是有三款花色 那有兩款呢它的背面都是這種均綠色的 那裡面的圖騰啊分別有兩種 一個是小北極熊冒險技 就是我剛剛拼出來的那幾片內襯的圖案 就是小北極熊冒險技 那另外一個我還沒有拿到的 它是唯美幾何小青星 它裡面是一個幾何圖形 那照片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第三種呢就是我個人蠻喜歡的啦 因為我喜歡黑色 它這個就是時尚的黑灰 非常有型的電電帶 外層是黑色 那裡面呢就是灰色的 剛剛在那六片裡面呢 我有拼了一片是這個黑色的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家 這麼常會出來野餐的活動啊 如果有這種好清洗 而且又好方便攜帶的電電帶 我們就不用再去煩惱很多 可能下車的時候 你可能要兩手提大堆東西 或者是要背很多東西 或者是超大型的購物袋 都可以讓我們把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直接帶著走 那到了野餐的地方之後啊 直接把它攤開來 就馬上使用 收起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讓我們在野餐的時候啊 可以不用煩惱太多事情 你只要好好享受 野餐的過程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的野餐 加上NATURAL ME這個 電電帶的開箱影片 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你也是一個愛戶外活動 然後偶爾會去野餐 還有喜歡帶著小朋友啊 跟一些姊妹嫂出來 坐在草地上面 享受這種微風徐徐跟溫暖的陽光的人 我非常推薦這個NATURAL ME的電電帶 因為它不只幫我們解決了外出的不方便 還可以讓我們在開開心心的野餐的同時 也為環保盡了一份行李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支影片啊 就差不多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先去野餐啦 掰掰 掰掰 好 那你自己跑一圈 好 你自己跑一圈 慢慢跑喔 剛剛忘記跟大家說 現在啊 NATURAL ME的這個電電帶 他們在摺摺木枝 已經上線要開始木枝囉 如果大家對電電帶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到摺摺木枝 搜尋 NATURAL ME的電電帶 好 那我們繼續去野餐囉 掰掰 掰掰 搜好了